那时 祖母带我两位姑姑 也从东北到了北平 父亲已先托人 把我母亲和我兄妹 由南京送到北平 对朋友们说 是要去照顾婆婆 父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 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 用种种方式 和东北的地下抗日人员联系 以便掌握局势 那时候北平不太安全 没什么保护 时常有日本奸细搜集数据 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 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母 我母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 这期间 母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色 接待来自家乡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 记得有一天 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 妈妈叫我带他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 盖家小兄弟说 不知为什么 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 2000年 在沈阳以赴校的中山中学 骑士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 有人赠我 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 有一张全夜照片 古城楼上 清晰的一排雪淋淋的壮汉头颅 怒目滋涯 雪淋淋的国恨家仇 权威放下 与我童年记忆印证 永难抹灭 但是 即使在租界 仍然不很安全 姓齐很惹眼 所以父亲就常常改姓 我记得 我们最常姓 王 石 姓王的时候 我在读天津 老西开小学三年级 因为家里不敢让一个小女孩 在大城市里跑路 就雇黄包车接我 我记得我坐黄包车 离开学校的时候 有时会有调皮的同学在后面喊 王八元 王八元 我被喊得很生气 回去就哭 过了一阵子 父亲又改姓徐 因为改姓 我不得不换一所学校 那学校有一些英国传教士 会教一点口语英文 可是三四年级时学的英文 平时不用 后来就完全忘了 信过一阵子徐后 我还信过张 因为父亲必须不断地改姓 母亲也不断地做 王太太 徐太太 我上学前常常问 妈 我今天姓什么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 我姓什么 真的很可笑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 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 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 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 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 她觉得 能与她共患难 是幸福的 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 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 她八十三岁 去世前不久 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 有选择权的婚姻 我问她 现在是否人会选择嫁给爸爸 她当时未答 过了几天 她说 我还是会嫁给她 她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 但她是温和洁净的真金子 从天津回到南京后 我家先租住在富后港街 那是一间小小的新房子 对面有一大片空地 长满了高大的槐树 初夏时 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香花 是我终生的最爱 和少咬花一样 给我强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 我和林相的同学段永兰 及她的表哥刘兆田 沿着新修的江南铁路的铁轨 去上古楼小学 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 和杂色小花 1933年刚放暑假的时候 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 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 为她取名宁园 她是个圆圆胖胖 极健康可爱的婴儿 白天笑口常开 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阵 妈妈怕她吵爸爸睡觉 只得抱着她满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 愁于帮不上忙 有一天 求一位来南京树职的地下抗日同志 杨孟周先生 帮她写了一幅 她家乡安徽凤阳的社令 天惶惶地惶惶 我家有个枯叶狼 行人君子念三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求我哥哥上学时 贴在大陆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 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 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 她参加南京中央政府 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习 全民建设新中国 我读古楼小学的时候 南京充满了新气象 我已经九岁了 记得到处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 我们小学生还去帮忙贴标语 诸如不许土坛 振作图墙等等 这些话今天已经没有人讲了 可是回想我们刚来台湾时 不许土坛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 街上还挂过标语 勤俭 不喝酒 不赌博 破除迷信等等 1928年到1937年 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 充满了希望 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 那段时期 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 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 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 不能再等了 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 待他国事强盛起来 就不能打了 1934年夏天 突然间我得了病 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 那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 生命垂危 几度又是气弱油丝的状况 我父母很忧愁 有位医生跟他们说 他这种肺啊 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 会好一点 祖母那时还住在北平 得知我的病情 写信说 把他送到北平来吧 祖母身体也不好 因为父亲的关系 经常上德国人 开设的德国医院 我记得 跟父亲坐金浦铁路 到北平去 自己并不知 此城的真正目的 只因为父亲亲自带我 让我感到很快乐 火车好似走了两天两夜 第二天过黄河铁桥的时候 我第一次坐到餐车吃饭 父亲把牛排 切成小小的一块块给我 教我怎么切 怎么拿刀 在火车经过长长的铁桥 发出雄浑的轰隆声中 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对面坐着 那幸福的感觉 我记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国医院的医生诊断后 对我父亲说 这孩子 如果这样下去 恐怕保不住了 你最好把他送到疗养院 父亲又亲手牵着我 把我送到黎城二十里 位于西山山路 由德国人和中国人 合资开设的西山疗养院 那位德国医生保证我到那里 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疗养院采西式管理 病人是一个人住一间房 虽然我是院里唯一的小孩 也得一个人住 每到晚上 我一个人睡在房里 就很怕 住了整整一年 也怕了一年 那时候肺病是重症 有些人会治好 有些人治不好 因此院里经常有人死去 死后院方 会在病人住过的屋子里 撒石灰 本来我不懂 后来我知道 一撒石灰 就是有人死了 死亡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一看到 撒石灰 就开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饭的老王 是个白白壮壮的男人 那时大概有三四十岁吧 他有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 他都叫我丫头 每次我一哭 老王就说 丫头别哭 我去给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 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吃饭 谁有一个煮好的圆圆的洋芋 都会给我 每想起这事 我仍悲伤难易 六十多岁的祖母 每个礼拜六坐二十里路轿子 到疗养院看我 每回她要走的时候 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 但又不能下床 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 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轿子走得很远了 还听到我在哭 但又不能带我走 有一次临走时 她也哭了 眼泪在皱纹里是横着流的 至今我才明白 何以古人文章里说 替泪横流 疗养院有一位女病人 我记得叫做张彩萍 大概二十五六岁 我叫她张姐姐 老王说 她是失恋生病的 她觉得我这个小孩满灵的 对我很有兴趣 她讲什么我都懂 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 她有很多新闻学的书 大多是1935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 她的书我都看了 至今还记得一本 灵情难易的《茶花女》 当时很喜欢她的笔调 有一天下午 我记得很清楚 有人在她的房间撒石灰 我就问老王 张姐姐的房间 为什么撒石灰 老王说 丫头 我去给你煮土豆 虽然我不太晓得死是怎么回事 但是知道 她也死了 那是我一生中 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关系 因为石灰 撒到我朋友的房间去了 我想那时候 我大概闹得太厉害了 整天哭哭啼啼的 把祖母闹得够瘦 我一生常常怀念祖母 她自我诞生之初开始 直到多病的老年 还要为孙女这么操心 我常常觉得亏欠她太多 几年后 我们由汉口颠沛流亡许久 到重庆 辗转得到她逝世的消息 我始终很难相信 那冬天抱我的温暖身体会变冷 我父母亲七十岁的时候 搬到内湖安居直至去世 那是我们团聚最多最快乐的时期 也是父亲与我谈话最多最密切的时期 有一天晚饭后 他送我到湖边等公交车 我对他说 当年在西山疗养院的心情 他影响我终生胆小怕黑暗 你们好残忍 把我一个人送到荒山上的医院去 他叹息说 我们那个年代 很少人懂得儿童心理学 我多年投身革命 出生入死 不知道小孩有那么复杂的心理 那时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 把你送去疗养院 只希望你能活下来 亲友都说 我是很好的父亲呢 我们坐在等车的板凳上 无言许久 车到了才惊绝 他一定在想 如果那时我懂这些 我会怎么做 但是我知道 自己是幸运的 父母生我养我 辛辛苦苦留住我 祝疗养院那一年 在无可奈何中 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 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 书好像磁铁会吸引我 有时回想着 伸直我生命的书园 大约可称之为 因祸得终身之福吧 记得出院时 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书家 看到中文版的 《亚当·斯密的国父论》 当然看不懂 但也看得很快乐 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 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 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 我很看不起 可是我也看 我还记得 用号码连一连 画一只狗 这些我也做 一年后 医生说我病好了 父亲把我接回南京 我的大妹妹 已经快两岁了 最初我人回鼓楼小学上学 但是同学都不跟我玩 后来才明白 因为他们的家长知道 我曾得过肺病 上过疗养院 我还记得有个同学 名字叫万芳 本来跟我最要好 是个长得娇滴滴的小美人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 我妈妈叫我 不要跟你玩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不懂人家 是怕传染 后来加班到新小区的宁海路 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 因为是转学生 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的 和降班的边缘人 相处得不错 我作文特别好 老师对我很照顾 身体也渐渐健康进步 无忧无虑的就小学毕业了 那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1928年6月 统治东北的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 东北已尽群龙无首 张学良已与南京中央议托 新年前挂中华民国国旗 这有名的意志盛事 使北伐革命减少了最大的阻力 这年秋天 黄浦军校第八期在全国招生 党部请我父亲协助在东北招考学生 父亲面见蒋委员长 建议将初选合格的 一百多名东北青年全部录取 使多年来 只有地方观念的青年 能有国家观念 成为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革命种子 因此 自第九期至十二期 军校教育长张志忠 委托父亲派人到东北 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学生几乎占军校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家乡沦入日本人占领之下的青年人 自黄浦毕业后 分发至各军种 成为抗战的生力军 但能回东北的并不多 除了军校 每年因招生而同时来到南京的 还有中央政校和中央景观学校的二三十个学生 我父母每星期日 轮流招待这一批离乡背景的东北孩子 我们家 也由父后港街 迁到新小区的宁海路 一则是地方大 是于招待客人 再则 我母亲又怀孕待产 不久生下我第二个妹妹 靖元 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吧 三十多岁 才做了一个家的女主人 那栋新建的米黄色小楼 有个相当大的院子 我母亲很快种了各种层次的花草 由她二楼卧室的窗子望出去 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 中山林在她北路 从环绕山顶的云雾颜色 就知道天气的阴晴 照顾东北到南京的学生 是我父亲的工作之一 每星期招待他们吃饭 却是我母亲的快乐 也是她思念故乡最大的安慰 家中请了一位山东厨师老宋 每星期日请一桌黄埔军校和正校的学生 吃北方面食 在我母亲心中 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 她喜欢听他们说话 讲家乡春夏秋冬的情景 讲亲人 讲庄稼 搬到宁海路后 她发现房子后面 有一个不算小的后院 就买了大大小小的缸 除了最热的夏天 她带着李妈不停地腌渍酸菜 又托人由北平买来纯统火锅 西西事变前 在南京那些年 其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 不知温暖了多少油脂丝香的心 母亲又认为 东北的大酱最好吃 就是台湾说的甜面酱 东北因黄豆又好又多 一般家里都会做这个酱 母亲想做大将 但做的过程其实蛮可怕的 得先让黄豆长霉 父亲知道了就反对 你在院子里搞什么啊 母亲说 我摆在后院里 又不给人看见 父亲觉得又脏又恶心 不让他弄 但我母亲下定决心 还是偷偷做了一缸 等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来 母亲给他们切一段段的黄瓜 蘸大将吃 然后又端出酸菜火锅 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因为想起家来了 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 到台湾823炮战时 父亲和立法委员到战地去 金门防卫司令 王多年将军说 他是我父亲主持招收的 黄埔时期学生 忘不了我母亲的家乡菜 从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 许多黄埔的学生 照顾中山中学的弟妹和我一家 也是对我母亲感恩 在母亲葬礼上 曾任住马来威大使的赵金雍说 怀念当年在政治大学读书时 我母亲对他的关怀 家乡沦陷后还给零用钱 那一年 我姥爷设法又来了一趟南京 看到他疼爱的女儿 在前院种花 和在后院大大小小的钢尖 兴高采烈地忙着 终于放了心 回家后两年 他平静地去世 心中不再牵挂 母亲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 却常常一面忙 一面轻声地哼唱着 我不知道他唱什么 但当他抱我妹妹的时候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在唱苏武牧羊 唱到物作绝寒 实听胡家 入耳心酸痛 一句不漏 重复地唱着 直到小孩睡着了 有时还独坐一阵子 十多年后 抗战已经胜利了 他曾经回到家乡 祭拜了老爷和老娘的墓 回过他哭守了十年的齐家小西山故居 接着却又被迫逃离北方 奔往更遥远的台湾 在台中 我儿子的摇篮旁 已经二十年后了 他又轻声唱起苏武牧羊 那苏武仍在北海边牧羊 穷愁十九年 直到他埋葬于台北淡水之前的 三十八年间 他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创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我父亲认为 是他应当做的事 一九三二年 他由南京回北方 冒死出山海关 遣回东北故乡 却只见到义勇军等地下武力抗日的穷途末路 地下工作同志认为 他应该回到南京 以他在中央已经建立的地位和东北协会 对家乡做更有效的帮助 于是 他先在北平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 由流亡的文教界人士 照顾满洲国成立后 不愿做日本顺民而逃到平津的青年 他们有些流落街头 冬天冻饿在路边 救济处搭了些帐篷 先给他们饮食和基本照顾 1934年 南京政府团拜时 父亲结识当时的行政院次长 彭学佩先生 知道他也来自北方 说动他拨下五万营阳 立刻与北平的李四恩 黄恒昊 周天放等有人进行办校 于1934年3月26日 在借道的豹国寺顺天府 远景高就职等地 成立国立中山中学 招收了约两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 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 因为父亲说服教育部 在风雨飘摇的直视中 只有国家才能稳当地保障 这样旧王图存的学校的存续 第一任校长 由原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希恩出任 他与我二伯父士长 在德国是同学 与父亲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 父亲视他为兄弟 教师几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担任 我的哥哥原本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 来投考被录取读初二 到了1936年秋天 华北的局势已是山雨日来 日本的潜在威胁和土共的渗透 使中央直接支持的人与世 渐渐难以生存 于是父亲和黄恒号高西兵 等几位东北抗日同志 在南京郊外二十里的板桥镇 买了一块地 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几所教职员宿舍 将中山中学由北平迁来南京 落脚之后 学生自己动手平操场 建围墙和校门 敬校前 远远看到那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 处虽三户 亡情必处 每天清晨升起典礼 师生唱着共同命运写照的校歌 白山高 黑水长 江山兮兴美 愁痛兮难忘 由子弟兮所为流离 以三民主义为归相 以任其南兮 以为其邦 校矣作家 桃李英长 爽英与太叶情怀相望 学矣之耻兮 乃之方 为处有事 随三户兮 秦以王 我来自北兮 回北方 在板桥初创时 凡事艰苦 而且大家都年轻 我父亲 总是乐观地往长远想 然而 这样辛苦 但安定 充满未来期望的日子 只过了一年半 南京 也容不得身了 离开南京后 漫漫长途 日子比板桥还苦 在半个中国的土地上 颠沛流离 吃尽了饥寒之苦 我哥哥随中山中学 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 每个星期六中午 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 吃过晚饭 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 回板桥 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亲在他自己的幸福中 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 都是他的孩子 在南迁之后 抗战八年之中 所有中山学生 都是没家的孩子 差不多每个人 都有七处的故事 张大飞出到我家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他 他静静地坐着 很少说话 也不参加游戏 吃饭时 妈妈总叫他坐在他旁边 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这之前 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 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 他的父亲 在满洲国成立之初 是沈阳县警察局长 因接济 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 被日本人在广场上 浇油漆烧死 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 他比我哥哥大三岁 除了打篮球 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 也很少与人说话 透过那年毕业 和他一起打球的撑杆跳果手 福保卢知道他的身世 哥哥才找到他 那年的除夕 他们留在学校 全校包饺子过年 初二下午 张大飞与哥哥回我家 当天外面开始下雪 很冷 屋子里生了火 饭后坐在壁炉边 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 在日本人追杀之前 一家八口四散逃亡 他与一个弟弟妹妹 连夜逃亡迎口投奔姑姑 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 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 由主祷文开始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遵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主赐给我们 在这里 他可以尽情求告 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 于是 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 满洲国成立 日本推行黄明化教育 他已十五岁 一个人进关 到北平投奔叔叔 失学了一年 叔叔家也不是久住 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 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 冬天街旁 常常有人动饿在路边 有一天 他在极端困顿中 在豹国寺旁游荡 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 庙门上贴着 国立中山中学 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 不高 他考取了初三 入学后 全体学生 拾诉一切公费 从此 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平很高 原以为自己 有了前途 谁知过了两年 华北在日本 由满洲国 禁逼之下 以风雨飘摇 渐渐 岌岌可危 中山中学 被迫难迁 离开北平时 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 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 将随学校南迁 到了南京板桥 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在那个寒冷的晚上 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 忍住嚎啕 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 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 和几年前 有个小男孩告诉我 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 一样悲惨 窗外 妈妈种的几棵小树 在风雪中摇晃 弯得尽于折断 自此 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 逃到迎口后 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 张乃昌 改为张大飞 从此 每个星期六五后 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 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 到院子里玩 有时帮妈妈抱墙宝中的二妹 偶尔会坐到我常坐的椅子旁 看我新买的书 有一次 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 小小的 镶了金边的圣经 给妈妈和我看 说这是离家后 唯一的依靠 当时我虽不懂 但多年后我明白 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 有一种和平 宁静 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 深奥待解的书 很有吸引力 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那一年初春 中山中学大门外面 盖了一些小平房 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子 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 因为她又怀孕了 很喜欢再过一过乡村生活 每天可以种些菜 此外 另几家东北初来的老实家眷 更能慰解她的真正乡愁 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 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 好似回到六岁前的童年 张大飞常常来 她最喜欢抱我那两个妹妹 看我妈妈做家事 仍然很少说话 有一天吃过中饭 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 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 牛手山 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 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 突然起了风 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 渐渐一个人落后了 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 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眼顶 静退两难 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 我在寒风雨恐惧中开始哭泣 这时我看到张大飞 在山的爱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 他竟然走回头 往山上攀登 把我牵下山 到了爱口 他用学生的棉大衣 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 别哭 别哭 到了大陆就好了 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 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 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 哥哥对妈妈说 以后再也不许他跟着我 那么小座山 他上去那么慢 又下不来 动不动就哭 烦死人了 初夏 我们搬回南京城里 妈妈待产 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 不久就全变了 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数十年间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 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 总记得他在山峰里 由爱口回头看我 我们在个小屋子的安装场上 我们就看了 我们一起来 祝福